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阳光盛南厨房 我是小顺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家常菜 那这道菜的名字叫炒老南瓜 对的 那这道菜做起来非常的简单 而且是非常美味的 好 那在此影片开始之前呢 还是要麻烦大家帮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那你们的知识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肯定了 好的 那接下来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所准备的这个食材 都有些什么 好的 正如大家所见 今天准备的这个食材是非常的简单的 对 那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南瓜 南瓜呢我们已经买了 切成这样的小块了 对的 是这样的 那再就是我们这个佐料 佐料需要放这个大蒜就好了 那这道菜呢主要就是吃一个原汁原味的鲜甜 就是特别营养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制作 就是这个菜是否这种ателей 那儿的鲜甜 就是这种菜汁原味的鲜甜 就是这种料理的安全 就是这个食材 就是这种菜脚 在酸鱼 这里不得适量的 那这样的食材 尽量的桂乳 小家糊 这个的料理油 当面的空瓶 鸡蛋 好的 那我们的这个炒南瓜已经完成了 那刚刚也给大家看过是什么样子 看的真的非常有声音啊 那现在我们来尝一下 看看味道怎么样 来 就这么一小块啊 刚好我一个人吃 哇 这个真的太赞了 非常的香啊 那个蒜香味 特别浓 好 那现在我们来尝一下 嗯 鲜甜 蒜香 哇 这个真的是太鲜了 本来南瓜 怎么弄它都是好吃的 但这样弄会格外的香啊 蒜香味特别的浓 跟南瓜特别的绵 绵绵的 非常的松软 也是非常的下饭 可以的 好的 喜欢吃这道美食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试一下哦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高端的食材 往往他的poring方法 都是最简单的 好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作品的话 请记得唱赶点赞 订阅支持一下 我们小片在这边 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支持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Sawadjika Sawadjika